美国军方打算今年试射两种型号的中程导弹 作为美方一旦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的跟进措施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防务官员 14日向一些媒体记者披露这一消息 美联社报道 军方打算8月试射一种巡航导弹 射程大约1000公里 11月试射一种弹道导弹 射程3000至4000公里 两种类型的导弹中 巡航导弹可能18个月内可以部署 弹道导弹投入部署 可能需要至少5年 按照那些美国官员的说法 上述导弹都配备常规弹头 不搭载核弹头 美方2月初开始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业务 启动为期6个月的退约程序 那些官员的说法意味着美方一旦退约 将立即试射中程巡航导弹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7年签署 条约规定双方不再保有生产或试射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 作为核武器运盖工具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俄互相指认 对方有违反条约的行为 美方去年10月 指认俄方一种巡航导弹射程违约 限令俄方60天内销毁导弹 否认美方启动退约程序 俄方否认违约 拒绝销毁导弹 美方启动退约程序后 俄方立即暂停履行条约的义务 不再就这一条约 提议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米歇尔巴尔丹扎 11日宣布 美方不再受中导条约限制 开始制造陆基巡航导弹部件 不过 如果美方8月正式退约前 俄方能够全面 可和产地遵守条约 美方研发进程可以逆转 美方防务官员14日重申 如果美俄8月以前 能够达成协议 挽救中导条约 美方将终止上述两个中程导弹项目 美国非盈利组织均被控制协会分析师 金斯顿里夫推断 美方宣布推进中程导弹研制 可能意在施压俄方重新遵守条约 更可能的是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 只想废弃这一条约 以便不受束缚的 在欧洲或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 上述美国防务官员说 美方没有与欧洲或亚太盟友磋商 在他们领土上部署那两种导弹 其中一名官员说 打算试射的弹道导弹 可能部署在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领土官岛 惠小双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三井ES控股 3月14日发布消息称 为日本海上保安厅建造的巡视船工股 Niaco 耗下水 该大型巡视船吨位 达到3500总吨 长120米 预算上的价格为 144亿日元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 鉴于周边国家积极开展海洋战略 日本政府正在推进海上保安厅装备的增强 大型且高性能的巡视船 正在给受在山船行业萧条困扰的 日本大型重工企业带来东风 该船在造船业务公司三井ES造船的 玉野建船工厂 岗山县玉野市建造 下水后将在码头展开西装工程 预定2020年度交付 日本政府根据2016年底 在内阁会议上敲定的 有关海上保安体制强化的方针 在周边海域 正在构建针对外国船只的监视体制 为了在远离本土的海域 也能顺利执行任务 将相继投入新型大型巡视船 公骨号是3500吨型巡视船的第一艘 3月8日在三陵重工的长崎造船厂 成为海上保安厅最大的6500吨型巡视船 黎明号下水 有能力建造续航距离合速度等方面 需要较高性能的巡视船的造船厂有限 附加值高的巡视船 对于日本大型重工企业的造船部门来说 将成为重要的盈利来源 黄欢 新华社莫斯科2月2日电提 美国退出中道条约 或开启潘多拉摩河 新华社记者马晓成 尽管不少国家一再呼吁美国审慎行事 美国政府仍于2月1日宣布 2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业务 并启动退约程序 美国军事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 为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 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中导条约签署于1987年 全称是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该条约规定 两国不再保有 生产或试验射程 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 签署中导条约 被视为冷战时期一大转折点 这份条约后来也成为冷战后 国际和不扩散机制的基础性条约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去年以来 美方多次指责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 不断威胁要退出中导条约 还指称 俄罗斯9M729型美方称 SSC-8陆基巡航导弹射程突破条约限制 俄罗斯则拒绝接受美方指控 认为美国不过是为退约寻找借口 更进一步质疑 美国在东欧部署的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具备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 美俄间围绕中导条约的对立 不仅让中导条约 命运堪忧 更给国际核财军进程乃至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蒙上阴影 一些欧洲国家直言不讳 如果美方退出中导条约 欧洲将成为美俄中程导弹竞赛的舞台 更令人忧虑的是 美方执意退出中导条约 可能对其他军备控制条约 造成连带负面影响 甚至触发新一轮导弹竞赛 潘多拉摩河由此重新打开 全球和平与安全将受到严重危害 美国副国务卿安德烈亚汤普森 此前曾表示 如果美方正式作出退约决定 美军将得以立即研发新型导弹 俄罗斯总统普京 1月中旬在接受采访时说 俄罗斯对新军备竞赛不感兴趣 但美国政府退出中导条约 将产生最严重后果 似曾相识的针锋相对 并未久远地对抗论调 围绕中导条约的美俄博弈 以引起人们对全球安全格局走向的高度关注 无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暴定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的陈旧观念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只会加深彼此猜忌和对立 而奉行单边主义和绝对的利己主义 为了谋求更大优势 不惜动辄毁约退行 拒绝商量着办 只会损伤自己的国际信义 增加新的战略风险 在这个各国相互依存 休息与共的全球化时代 最终也不利于自身的安全和福祉 冷战因见未远 教训值得铭记 和平应与珍视 十多年来 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成本 才在控制军备方面 取得了一些成绩 无论如何 潘多拉魔盒不应再被开启 新华社德黑兰 1月25日电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 25日报道 伊朗陆军当天在该国中部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据报道 此次演习代号为爱克泰达尔 演习地点在伊朗中部伊斯法韩省的纳斯拉巴德地区 伊朗陆军出动12万名官兵参加 此外 大批战斗机和直升机也参加演习 报道说 此次演习只在测试伊朗陆军在进行结构性改革之后的防卫和进攻能力 因为2019电影奥斯卡奖 美国1936至1967年间 一本黑人旅行指南重见天日 浮出历史成购的海涅 获奖最佳影片绿皮书 又一绿博旅友 Green Book 基于真人真事 这本绿皮书在片中不可或缺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印刷品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东西 马克吐文说 旅行是消除偏见的最好方法 但对于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美国非裔来说 没有黑人旅行绿皮书腐佐的旅行 如果不赔上性命 也可能难免遭遇困境 尴尬或羞辱 1930年代如此 2010年代不少地方族裔 对立和紧张的阴影仍未散尽 1962年 在纽约以赴盛名的黑人爵士乐 是钢琴首弹雪莉 要去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巡演 对立和紧张的阴影仍未散尽 对立和紧张的阴影仍未散尽